能岸巷農会在元祥义战举备 南头县能岸巷農会 台湾高尚茶黄 春茶拼进伴奖典礼 由该会理事主席林高堂主持 县长林明珍 逆轨许出华都大赏之意 特等奖由林山明茶茶叶 曾蒙志夺者 县长林明珍特发特等奖饼而祝贺 并与贵宾们合影闹念 场面温室冷闹 林县长表示 今年参赛建树达534件 超越往年 淘汰率达45% 显示得奖的茶楼制茶迅速 大有精进 让茶品质维持在往年的水准之上 相当难能可贵 我们林奈乡的这个清香的茶 一来一好喝 喜欢喝清香的 大家就勇业的来 我们林奈乡来购买 品质有一定的水准以上 我们感谢我们林奈乡农会 我们的林总監事 林理事长 带总監事 大家都这么有用心 为我们茶笼 来鼓励勉励 给他们多多的加油 所以才能够 生产这么好的品质的茶叶 我想长期以来南投县的各大茶区的好茶 在我们农会以及县政府还有乡镇市公所的推广之下呢 可以说这个销售的业绩也非常的好 我们还有办了一个茶博 我想这个不仅仅让更多的好朋友可以有机会认识南投县各大茶区的好茶 同时能够把我们品质最优良的茶都能够带回家 我做地做青年了 以前是做电脑公司 就是因为爸爸比较老了 所以自己回家 下去做农夫 但是这次疫情跟这个流传的关系 在这次的过程当中天气都很好 不算配合都都好 所以也很幸运 很幸运 南爱乡代理厂长王云中表示 南爱乡除了轮会办理的春冬季茶叶瓶瓶 及展销活动会 工所近年已将举备秋季高山茶瓶瓶活动 配合茶博会展销 为茶笼创造更大效益 今天来参加我们 南爱乡农会高山茶王 那春茶的这个展售 那我刚刚也喝了几个茶样 品质都非常的好 那我们知道农会每年都办春茶跟冬茶 所以今年我们在代表会的支持 那也编了一段会来办这个秋茶 高山茶的这个评鉴 那今天来到南爱乡 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景象 就是今年的一个比赛的茶农 很多得奖的都是我们的青农 这些青农回到我们的地方 来发展我们的茶叶的文化 以及我们茶叶的一个行销 是非常令人感动的 也让我们非常欣慰 在我们的传统的茶产业当中 已经开始慢慢的出传承了 今年共有534件茶亚参赛 经过农委会茶餐厂评审 历时三天的严格评评 最终淘汰45%的产量 林市长勉力插农要再借再利 想化茶叶管理 精进制茶结束 不断停生蓝头茶品质 让蓝头好茶 嫖香环宇 创造以后销售家机 谢谢黄云光能爱采访报道